台湾Online 不同国籍不同肤色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资助她11年的任养人邱月美妈妈呢 她看到丹尼尔的时候两人是紧紧的相拥 也热泪盈眶 其实这个家福的海外任养平同计划 这些年来资助了相当多的落后国家的孩子 我们今天就进一步来了解 魏英连线的是家福基金会社会资源处的处长 林秀凤处长 处长您好 谢谢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处长先帮我们聊一下说 这丹尼尔跟邱月美妈妈的故事 她们到底是怎么结缘的呢 是 是 我想这是一个很感动人的一个画面 人家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 人的热情 人的温暖 人的爱心 那丹尼尔是家福帮助的孩子 那家福从早期因为台湾的经济各方面 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是接受外国人来台湾 推展这样认养工作 在民国三十年前七十六年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慢慢起飞了 我们觉得我们也可以有能力 除了帮助自己国内的孩子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回馈 从前帮助台湾家福孩子的这些更落后的国家 所以我们开始推展国外认养服务 那这个伊索皮亚这个丹尼尔先生 他从小出生在伊索皮亚的平民窟 然后爸爸因为在孩子他们小时候呢 过世 妈妈带着他 姐姐还有弟弟三个人一起生活 那你知道那边平民窟本来经济各方面 其实就非常长年的干旱 没有办法种植农作物 那工作就会又低 然后对他们来讲是雪像加上双重的弱势 多重的弱势 那所以那时候透过家福基金会 美国总会呢 开始在全世界有一些国家来帮助 那台湾也有能力去帮助人家 他是我们曾经帮助36个国家的孩子 那现在也帮助当今7万个孩子 那丹尼尔是其中的一个 那在他11岁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接受加福基金会的帮助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和这个邱女士 邱妈妈来认养他 其实就妈妈想说 其实没有想太多 但一认养就11年 那丹尼尔他自己也很争气 他觉得要翻转他的生命 问他的人生 就是要努力的让自己更强壮 然后在这个贫困 艰困的环境中 然后更成长 所以他很努力念书 他虽然家庭不太 很努力念书 然后也很懂得感恩 他接受这个邱妈妈 从台湾寄给他的 每一份的任养费 每一次的礼金 包括圣诞节跟复活节 这个邱妈妈都会 多寄一点点钱给丹尼尔 他就用这些钱去补充自己的 在学习上所需要的一些教材 比如说他这次来台湾 带了一本 他增长20年的字典 这是邱妈妈再一次的一个礼金给他 他拿去买一个字典 然后在字典上面呢 他就用一个白色的标签 是写的邱妈妈的名字 跟邱妈妈女儿的名字 因为那时候邱妈妈跟他联系 通讯 都是请他女儿代笔 然后写的两个名字 他就常常提醒说 我今天就是因为台湾家父 有个妈妈跟他的女儿帮助他的 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字典已经看不见了 可是他一直都保存这本字典 随身细带 随时提醒自己 曾经让人家帮助 然后希望有一天 他也可以更感恩 回馈这个社会 那邰尼尔是在前些时候 都写一封信 来台湾家父基金会 他就回想 他过去小时候 被家父帮助 然后我想这20年前 他因为帮助 然后翻转他的人生 他非常感谢台湾家父基金会 非常感谢邱妈妈 那我想说 这第一个 我们帮助非洲的孩子长大了 然后翻转他的人生 他希望有一天 他可以来台湾 来做一个感恩之旅 来谢谢邱妈妈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次就 就是促成 这个在中秋节 丹尼尔在台湾 跟他的妈妈 这样的感恩之旅 是在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 获得邱妈妈 还有家父这边的帮助 如今已经是 35岁的青年的丹尼尔 在这次呢 带着有纪念性的 这本字典 那么也 从新呢 受到大家的帮助之后 他的人生也不太一样了 跟丹尼尔一样 像伊索比亚这边还有 或者说其他的贫困国家地区的 受到家父这边资助的孩子 大概有多少人 主要在哪些地区呢 其实家父现在目前帮助国外 有34个国家 我们透过美国联盟总会 来帮助很多国家 包括南美 包括非洲 包括亚洲 都很多 包括在巴西 在巴拉圭 在丽加拉瓜 或是莫山比亚 上比亚 很多肯尼尔都有帮助 包括今天丹尼尔来自 伊索比亚都是 那 这30年来 我们一直通过美国总会 到全世界 做一些任养的工作 那在前12年前 我们家父 台湾家父 觉得自己 也有能力在国外 设立这样服务 据点 希望把台湾的福利服务 这种宝贵的经验 怎么样 让这些弱势 贫穷的孩子 能够翻转 他的人生 所以我们在12年前 开始在国外 陆续设立了台湾的 直接服务的一个 家父中心 包括从蒙古 外蒙古 从中亚的吉尔吉斯 然后南非的史瓦基兰 然后越南跟柬埔寨 未来会在缅甸 也设立这样 直接服务的国家 希望我们台湾住的 社工人员 把台湾的经验 台湾的专业 带到那边去 然后提供直接服务 透过台湾 任养人的金钱的 经费支柱 然后我们再搭配 社工人员专业服务 希望这些孩子 真的因为这样帮助 能够翻转他的人生 所以说触角非常的广 你说到非常多的地方 都直接的来服务 当地需要帮助的 是 台湾奈威是主播张沁玲 为您连线 是家福基金会的 社会资源处的 林秀凤处长 处长 其实我们知道说 在家福这边的 任养平同的计划 有国内任养 跟国外任养 您刚刚有提到的 主要是国外任养的部分 以我们国内的民众来说 大家比较愿意协助 或者说照顾的是 国内的平同 是不是会对 国外平同的意愿 就比较低吗 就一般来讲 我想就是人之常情 我是国内的内养人 我当然希望帮助 我可以看得到国内 这个就是近亲嘛 比较开靠近 那因为其实国内跟国外 就是贫穷的样貌不太一样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台湾的经济起飞 慢慢政府的福利服务 措施其实对这些弱势家庭 越来越多的福利帮助 那你看到国外的孩子 其实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连吃饱 吃饭吃饱这件事情 都是个奢求 就是绝对贫穷跟比较贫穷 那其实我不否认 台湾的很多的任养人 他还是希望任养国内的孩子 但是因为少子化 再来一副 家政府的福利措施 其实是很足够的 那我们总是期待 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孩子 他能够被照顾到 至少三餐温饱 可以基本的需求可以达到 比如我上个月去非洲 看我们吃饱 竟然看我们的孩子 我们建造了很多社区厨房 其实他们连吃饭都吸个奢求 所以我们在社区里面盖了厨房 找了一个妈妈来煮饭 那孩子就来这边吃饭 我就想说 这个你在一圈 看不到任何房子 这孩子从哪边来 工作人员跟我讲说 这些孩子走路 都至少走两个小时以上 才能来这边吃一顿饭 我说天啊 走两个小时 甚至更久的 更远的路 我说那回去肚子不就在饿了吗 他说是啊是啊 可是他今天不出来吃 在家里就没得吃 他就是处于饥饿 久了他就营养不良 就饥饿 就会生病甚至死亡 所以再远他也会来吃这一餐 我看那个东西不怎么好吃 就是玉米粉一直煮 煮八卦那玉米粿 然后一点点豆子的一个酱 这样拌着吃 我看起来不好吃 他说几面不好吃 孩子还是会吃 因为不吃他就饿肚子 我就想说天啊 台湾的孩子真的很好命 很多东西就这样浪费掉了 地上一块钱五块钱都还懒得捡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孩子 真的更需要喜福 真的是感恩喜福 那我们也希望民众 或者任养人 捐款人 其实去看到很多很多 地球上的孩子 很多人温饱 都还是个奢求 甚至就活活生病 营养不良 然后意料不好 然后治疗过世 所以大家能够 就将心比心 爱台湾的孩子 也可以爱全世界 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是就我们所说的 这爱没有国界 这种人道救援 其实如果能够帮助 海外的贫困儿童的话 其实是有些做法的 怎么样让民众的爱心 能够投入这海外 贫囤的任养计划 具体的做法怎么加入呢 是可以加入 台湾家府基金会的任养行列 也可以直接向我们 家府基金会的官网 或是电话 0261234 其实目前我们在帮助国外 持续帮助 大概有将近7万名的孩子 那因为 最近的可能 经济比较不景气 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 到100多个任养人 取消任养 大部分都因为工作 跟自己经济状况不好 然后就取消任养100多个 所以我们一直有 大概3000个孩子 等待任养 或是领不到任养费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如果有一点点能力 然后每个月 节省700块钱 就可以帮助一个国外的孩子 他免于饥饿 免于生病 他可以得到一些医疗 照顾 得到一些教育的帮助 可以温饱 是您说 一周大概有100多个 任养人取消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所以他真的是跟现在国内的整个经济状况 也是有些关系的 石破宁谈到说 如果大家有心的话 在一个月700块钱 你就可以协助一个 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平铜 也许他的人生 因为你的帮助 就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转变 是 我们谈到国内的情况好了 我们其实 家福这边也有受政府委托 办理寄养家庭的业务 但是好像是会变迁 寄养家庭的招募 也比较困难了 是吗 寄养家庭就是 可能跟刚刚任养不太一样 任养就是你有能力 然后透过金钱 经费 任养费的帮助 然后透过家福 直接把这个钱 给这个孩子的教育 或是一些生活 等等一些费用 那是任养 其实他们就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也没有直接关系 也许家福会一年半一次的活动 会相见欢 那寄养呢 是也没有法律上直接关系 但是他是受政府的委托 但这个孩子 可能因为虐待 因为家庭的一些突然的变故 但原生家庭 没有人可以照顾他的时候 他必须带离开原生家庭 到一个适合他去的地方 短暂可以提供他 生活 身心学习照顾的一个安定场所 那可能是寄养家庭 可能是安置机构 那家福一直是从国外 第一个引进寄养家庭服务站 概念的台湾的一个背逆组织 他们觉得孩子即便被带离开原来的家庭 还是需要有爸爸妈妈 一个完整的家庭的爱来呵护他 孩子才能够更健康 更平安地长大 所以30年前 我们也开始推展寄养服务 那刚刚主持人说 有没有困境 其实有的 我们一直希望 每一个家庭 接纳一个孩子 就照顾一个孩子就好了 但是看到我们最近这几年 在招生的时候 常常 就是那个预期 跟我们都有一段落差 比如说我们从以前 10年前 我们大概一年 会有将近200户的新的寄养家庭 加入我们的寄养行列 可10年后 现在可能一年都增加不到100户 100户你出于全省 我们有24个家庭中心 一个中心都不到5户 没有办法去支付我们 从政府部门转介过来 这些受孽儿的照顾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一个家庭 照顾一个孩子 那目前的比例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这是还要我们有一些些 努力的空间 那为什么寄养装目 会有这么些的困难 我想 其实 有些人 对寄养家庭 有一些期待 比如说 我有爱心 我就可以接纳一个孩子来我们家住 或是 我只要家里 导一个孩子 来跟我的小孩作伴 然后一起成长 也不错 那我要说 寄养孩子 不是各位想说 又可爱 会念书 很乖巧 这些孩子都长期被虐待 被疏忽 被遗弃的孩子 多少从他的内心 内在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在被虐待的孩子 他总是有一些 比较偏差 不适应的行为 到寄养家庭 都需要一些时间的适应 大家都在了解彼此 需要有更多的爱心 对 因为爱心 还有一些技巧 因为这些特殊的孩子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让我们这几年来 慢慢的看到是很多寄养家庭 有爱心 可是却步了 然后没有办法前进 可能家里空间不够 可能经济对他来讲 也许年轻的夫妻 还是需要以赚钱为重要 所以我们看看 目前看到是 比较老龄化 越高年纪的寄养爸爸 寄养妈妈 更能够去接纳 然后投入寄养家庭行列 这是我们家服务基金会 现在所看到的 在国内种寄养家庭 的一个现况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更多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爱心加入 任养或者是寄养家庭的行列 非常谢谢家服基金会 社会资源处处长 林秀峰处长 接受我们的访问 处长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